农历过年前夕为民众的食安把关 台东县卫生局启动了108年度年节食品稽查专案 在线内有16商镇卖场超市传统市场 抽烟各式生鲜蔬果加工肉品还有春节的应急食品 总共有88件 其中有3件蔬果的农药残留超标了 其他都符合规定 农历年节脚步越来越近 民众采买年货的手脚更是停不下来 为保障民众食的安全 台东县卫生局也在近日启动108年度年节食品稽查专案 加强食品安全把关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抽验了市售应景食品 包含像瓜子、糖果、肉制品、肉干、香肠等等的 还有新鲜的蔬果、肉类等等 我们总共抽验了88件 那合格率到达96.5% 那其中有3件是蔬果农药残留 超过限量的相关的标准 那其他的食品的市售食品抽验都是合格的状态 在年节食品的烹调食用上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伸熟食分开处理并充分加热 以免造成食物中毒 不管是自己料理年菜或者是我们餐厅在准备年菜的时候 其实都必须要注意到预防食物中毒 那在料理的时候尽量就是避免生熟食 避免一起处理要分开处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些食材务必要充分的加热 以免有相关的病毒为生物的一个资深 为落实食安五环加长查验政策 卫生局也特别针对供应年菜餐饮业者 网购春节应景食品制造业 年节食品贩售业进行击查 并辅导业者加长自主管理 共同维护食品安全消费环境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